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帮他制定手术方案 不管是地方医院还是小医院 可以去看患者一项资料制定方案 之后我们这个设备 可以投放到地方医院 由当地的医生 去操作这个设备 来执行专家的手术方案 我们这个设备 可以完美地去执行这个规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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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电子行业 因为受现在5G 这个制度标准这个影响 现在标准是逐步行程 但是今年呢 没有一个特别明朗的方向 所以说很多企业 在这方面没有做到一些投资 就是机械设备这块上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上也受一定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之所以选择会去东南亚布局 主要具这么两点考虑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我们肯定是 跟着我们一些大客户 尤其是比如三星领域的一些大客户 他们去东南亚建厂 然后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过去建厂 而他们为什么选择在东南亚呢 很多是基于 一是基于成本考虑 二很多是因为也是受 正面贸易战嘛 很多选择把工厂放在那边 可能更低于他们的出口 但是他们在东南亚建厂 有的时候他们对自动化的需求 也会很高 因为那边的人力成本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的 他们的功能一般不太加掰 所以说这样折算下来 其实他们的中国资本也很高 所以他们也迫切地 希望在东南亚那边 新建的厂房里面 直接使用我们的这种 人机协助基建人